灰色車打算開到電視台門口 被警方吹哨 良渡命令快離開 車門一開 黃珊珊臭臉走下車 原來是因為侯友宜車隊緊接在後 黃珊珊得多走一段路進會場 但她並不孤單 朱立倫車隊同樣被警方趕到另一頭 只能走車道進會場 因為下一秒蕭美琴車隊即將抵達 賴清德身穿深藍西裝 打紫色領帶 侯友宜則是使用 傳統正檔色藍色 柯文哲最活潑 用了紫色白點點領帶 跟妻子陳佩琪的洋裝相呼應 她還自曝了秘密武器 主席今天練得怎麼樣 有信心嗎 不可以告訴你 前往辯論會場前 柯文哲先洗臉提振精神 脖子上掛著的毛巾有玄機 毛巾圖案正是Q版恰吉 立刻讓網友笑翻 該不會是有扶龍王稱號的王世堅 送的 堅哥財事科的真愛 儘管賴侯科三個人辯論上 火藥味十足 互相開炮 但一到中場休息時間 三個人直奔廁所算是過程中 藍綠白的民生共識 而這場辯論會 不只國內高度關注 NHK 路透社等多家外媒 也都到場即時報導 三主帥齊聚 維安更是滴水不漏 不只電視臺門口整條馬路駕起巨馬 大樓制高點也有維安人員隨時警釘 事先更出動 爭暴犬勘場 大選唯一一場總統辯論會 臺下落網鏡頭同樣很有戲 三選綜合報導